2019年度港姐决赛经过八个环节的角逐,结果冠军由一号黄家文大热胜出,她兼获最具体态美加力。 五号王妃屈居亚军,兼获最上进小姐。 冠军黄家文被问及未来星途可能未必及亚军,她笑说并不担心,反而担心稍后要选中华小姐,未知可否应付。 五号王妃笑说自己的心愿就是想拿到亚军,如今是愿望成真,又觉得跳舞是自己优胜的地方。 谷佩玲只有19岁,也担心自己太年轻,不够经验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。